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是 最醜卡面的排行榜 趕快來看看吧 這一次的觀眾票選基本資料呢 一樣在這裡 有興趣的話可以掃左手邊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相關的資訊囉 我們就先從第四名開始看起好了 登登 永豐國際學生證卡 這到底是什麼呢 趕快來看一下 一共有43個人選擇國際學生證代表卡 超級醜 那它的得票率呢 有8.1% 等於是每100個人裡面呢 有8個人會覺得它很醜 申請永豐國際學生證卡的QR Code 在這邊有興趣你也可以上車 想要知道它到底有多醜呢 點進去看就知道了 接下來我們往下分享大家的心得 應該不會有人希望自己的照片 出現在任何卡片上 這種尷尬的感覺 會讓人不想掏出這張卡片來刷啊 真的蠻醜的 顏色差異大 字體一堆密密麻麻 看起來很阿咋 很自視 拿出來刷覺得很丟臉 整張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照片 如果本人長得不好看的話 那不就完蛋了嗎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繼續分享的 我們先從第二名開始看好了 因為我們是隨機的嘛 看看第二名大家覺得醜的是 哪一個銀行卡片呢 登登登唷 焔木金融卡 這個遠銀鑔金融卡呢 是2020年票選出來最醜的卡片喔 那這一次呢 居然還拿到了第二名 就代表說大家其實對這張卡片呢 一直都有很大的意見哦 這一次呢一共有74個人選擇這場卡片最醜 它的得票率高達14% 也就是說每100個人裡面有14個人選擇它 非常的丑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扫码来申请Banky数位账户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张 非常丑的金融卡咯 毫无质感可言 很像小学生涂鸦 希望银行赶快来改卡面 这张紫色的选色真的不太行 卡面没有太多花俏的图案 想展现干净简洁感 可是这设计真的不知所云 拖窗的大小眼 再加上憋嘴脸 一副欠人剪卡的样子 开什么玩笑 当年我就投他一票 哈哈 Banky哇蛮丑的啊 但却非常有识别度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第五名好了 我们回来看第五名 第五名是 还是永峰的 这张呢叫做永峰宝贝卡 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的话呢 你看到这张卡片 你会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圆点在里面 我看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那事实上呢 真的是蛮丑的 这张卡片呢 一共有38个人选择他是最丑的 他的得票率有7.2% 蛮集中的 每100个人里面有7个人觉得他真的很丑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个丑法 请你扫QR Code来申请哦 你就可以拿到了 这张卡看了就觉得恶心 一点都不吸引人 没有想要办卡的欲望 原来宝贝也觉得这张卡片很丑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卡片颜色跟几何图形 除了看起来有点杂乱外 更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群黑色点点 让人看了密集恐惧症发作 超丑 毫无设计感 真的很像COVID冠状病毒或是肿瘤的形状 再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三名 到底是哪一件银行的卡片 大家觉得丑呢 赵峰公务人员卡 这张卡片呢你会发现它是紫色的 然后有一个台湾在中间 国民旅游卡呢用的是标开帖 为什么要用这么丑的字形来做卡面设计 这一次呢一共有51票来选择这张卡片最丑 它的得票率是9.6% 每100个人里面呢大概有接近10个人 是觉得它很丑的得奖率也是蛮高的 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扫QR扣来申请 这个就知道说到底长有多丑了 呆板无显著亮点 官股银行跟公务人员难道都喜欢樸实无华吗 不为信用卡多加设计 而且还用标凯体大大的写出此卡名称 只能说丑坏一张卡片很容易 这个设计感觉是因为全国有一定的发行数量 不设计也没关系 这1万6花完大概就不想拿出来花了 真丑难以理解红色配色 还有字体的建成 属于照早期的风格完全无法接受 最后呢就是第一名 到底最丑的是哪一张卡片 哪一家银行的 赶快来看一下 联邦观光福利卡 联邦高雄观光福利卡呢 是我个人提出很丑的卡片 没有想到居然有94票的得票数 他的得票率大概是17.7%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有18个人都觉得他有够丑 那你自己看你就知道 他真的是杂乱无章 一堆logo放在一起 一堆颜色非常的花 能够拿到第一名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实至名归了 中华民国美学 什么颜色都要放上去 镂空还要再塞颜色 放大再放大 还是死亡的八分比 一卡号 一卡通 发行日期 安全码 通通通挤在正面看起来超紧的 黑灰底 配上那么大又是彩色的英文字 非常的占空间 重点是他所配的绿橘子 浅蓝色完全没有起到互补价分的作用 相较之下 集合卡的卡片配色 整体呢 明显就好很多 同样一家银行 他居然可以包办 本年度最美的卡片 集合卡跟最丑的卡片 联邦观光福利卡 这真的是很难以想象 他们的美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好杂好乱的卡片 让人看来觉得很烦 到底要表达什么 还不如单纯的色快就好 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 大家观众票选出来的 最丑前五名 不晓得这些卡片 你都拥有了吗 我自己有的部分 就是这张跟这一张 所以呢 其他的一三四名 我是没有的 如果你有的话呢 稍微考虑一下 要不要把它剪掉 因为真的都蛮丑的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总排名 这一次大家选出来 其实蛮集中的 尤其是有九十几票跟七十几票 其实都是算是比较大的区块 那中间还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部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也可以参考我们下面资讯栏 我都有把相关的文章 还有大家的心得放在我们的部落格里面 那你都可以点开来看看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这个最丑的卡片真的是蛮有趣的 大家讲话也都是非常的直接 不拐弯抹角 那也希望呢 各大银行如果有看到这一支影片呢 能够稍微学习一下 到底哪些卡片呢 是很丑的 拜托不要再用了 如果你也觉得卡片的美感很重要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 还有我的部落格文章分享出去 能够让更多人去看到 那将来就有可能 可以降低产生中华美国美学的产品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